所以你就把它装完 那所以怎么装 当你装完之后 记得这边要点重新载入 好 来点这个安装silverlight view的时候呢 这边他会说要安装silverlight 有看到这个 那就装一下 因为这个很小 这一点点 好记得点执行 点执行 很快就装完了 执行后要安装哦 好立即安装 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这前面完全不做任何的设定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一个工具 然后你会发现 他能打勾都打勾了 然后接下来就立即安装就好了 也就是说你只要点立即安装 立即安装 要等他装完哦 就很快了 你看我的影片就只有一分 然后下一步 然后安装成功就点关闭 这就可以关掉了 然后这个 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然后记得 记得 因为画面还是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可是你已经下载了 Silverlight也安装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直接点重新载入 是不是就要点重新载入了 对不对 刚刚是先选这个 然后点重新载入 这每次啊 这只有装一次就够了 不用每次都做 所以第三个动作 我们就要去用 所以你就会看到 你看像我 我这个 也是要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一个画面 好 我只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那个Silverlight 五分钟后回来 我会再把刚刚这个Silverlight的影片 重新再讲一次 就是 你一定要装好Silverlight